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美国留学和移民有哪些反常识的地方需要注意 那么什么样叫反常识的地方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前一段我们新闻名律所和幕夫天文组织一起办科普的活动 我们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和视频可以参考 以后我们也还会有更多的合作 因为我们理所的客户们很多也都是科研人员 对于宇宙很感兴趣 那我们拿到绿卡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更好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 我自己以及我所知道的很多人 对于天文也还是很感兴趣 因为可以更好地知道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对于哲学,对于世界观,对于其他方面也都会有帮助 尤其是很多理工科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兴趣更浓一些 因为可以和自己的专业互相印证 那么回到前面的话题 比如说反常识 你是在白天看得远还是在晚上看得远呢? 当然白天光线好对吧 大家想到晚上可能一片漆黑 是吧?你这个伸手不见五指 但是越黑的地方实际上你看得越远 为什么呢?晚上天上有星星 白天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能看到太阳月亮 太阳距离我们有八分钟的光程 那光要走八分钟 你晚上能看到的星星随便就若干光年距离我们 那越黑你能看到的实际上越远 这个深空天体 是吧?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讲到这个呢 不仅仅是说脑筋急转弯 这里讲到呢 所谓反常识呢 或者更确切地说呢 可能叫反传统 比如说我自己 还有我们律所的很多客户 留学生 出生在中国 成长在中国 那他可能有这个思维定势 那比如想到说 我要办留学 我要办移民 是吧?这方面 应该怎么做 这有的时候呢 他容易有误区 被误导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飞跃重洋 对吧? 到一个新大陆来生活 另外呢 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比如说研究生啊 或者是职场 这个和你原来在中国上学的时候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举例来说呢 在中国做题家 有很好的机会 一般来说 对吧? 通过高考 那么高考呢 我们此前也讲过 那我自己呢 是高考的幸存者 也算是受益者 但是呢 那么高考虽然表面上 看上我们只看分数 比较平等 但是他考的内容 是吧? 因为不能超纲 比较有限 比如举一个例子 以前有人讲 说高考作文 不能考游泳 为什么呢? 有的内陆的地方的人 他不会游泳 他也没有这个机会 那你要考的 那就不公平 那或者其他的呢 比如说考试呢 他要有一个大纲 你不能超纲 那你既不能超纲呢 又要完成选择效果 那么怎么办呢? 就只能这个题目呢 有的时候出一些 比较偏的 比较怪的 脑筋急转弯的 等等这样的题 个人呢 也要做很多 这个题海的战术 举例来说呢 比如说平面几何 立体几何 这个呢 在除了一些基础知识以外 更深的 比如说用去做题等等 这个在现代数学 包括日常应用呢 其实用处不大 那但是呢 那因为传统上 这个属于教学的内容 那这个官僚机构 教育机构 要做出改变就比较难 所以呢 具体的意思呢 我们是说 很多人花了好长时间 适应高考这个体系 但是呢 等你高考结束以后 原来学的这些东西 这个敲门砖 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另外一样 很多人呢 像孔一几一样 造成了悲剧 那么再说的具体一点 比如说 在美国办理留学移民 那么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有哪些误区 这个有哪些 所谓反常识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中文圈里呢 一方面可以说 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说呢 经常有一个夸张 语不惊人 死不休 一来就说 你是学文科的 那没戏了 你不是学计算机的 那找不到工作 你不是名校毕业的 那没希望了 是吧 等等 那这个呢 就非常夸张 武断 像这样比较偏激 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容易受到打击 失去信息 所以在这里呢 希望能够让大家 意识到这一点 不要轻易的被误导 失去信息 那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自己 刚刚开业的时候 当时呢 我有弗吉尼亚州的 律师执照 有华盛顿DC首都的 律师执照 我还有专利律师的执照 当时呢 这原来想的从学习嘛 这一个思维定势 想的怎么样能够增加业务 能够多赚钱呀 哎呀 我再多考几个执照 就好了 我再考上纽约州的 加州的 苏秦 要挂六国相议 那你有这个五六个 地方的执照 是不是就能够有利呀 那后来了解到 不是那么回事 你多几个州的执照 还都要维持 每个州都要交钱 然后呢 还要有CLE Continue Legal Education 这些方面 实际上呢 只更增加了麻烦 那有的人 当然可能用得着 比如说你经常要做 纽约州 或者加州的商业的 这个往来的可能需要 但是我们做的呢 不管是移民法 专利法等等 都是联邦法 你有美国任何一个 州的执照 就都可以了 这是我自己曾经经历的 误区弯路 错误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样的呢 比如说 有的人想到说 那我怎么样更好的 在美国发展 那我读一个学位 读完 我再读一个学位 再读了 我读一个名校的 这个呢 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 但是你要考虑到 投入产出比 对吧 人的青春 时间是有限的 那我们看到呢 这些年里 有一些留学生 在美国从中学读起 读了名校的本科 又读了硕士 完了又到另一个学校 又读一个硕士 或者博士 或者专业学位 一转眼呢 在美国很多年 但是绿卡申请 还都没有开始 一直留在学校里 我觉得呢 这个就 不是很可取 当然人各有志 但是呢 如果你的目的是 希望顺利的完成 在美国的留学 移民这个 流程的话 那么应该更早的呢 具体的开始规划 同样的呢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美国移民的体系 这个Perm 绿卡 那么什么样叫 雇主支持的Perm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是说雇主说 我这里有一个职位 那么雇不到 合适的 ready able and willing 的美国人 所以我要请 这个外国人来做 道理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呢 我们知道中国人 Perm就有好几年 四年左右排期 那么印度人 这个排期能达到 十几年 说雇主请这么一个人 说十几年以后 能够请他来帮助我 来做这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到时候 是不是还再都不好说 实际上呢 像这样的印度申请人 这十几年里 可能早已经换了七八个工作了 但是呢 他还可以使用最早的这个Perm 为什么呢 那么办理美国职业移民 总需要有这么一个规则 流程 规章 方法 所以呢 这个Perm虽然有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实际的效果 和预定的目标并不一致 但是呢 也仍然沿用下来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有的人从古巴到美国 那美国原则上欢迎 但是呢 具体要接受太多呢 从这个后勤上 又受不了 怎么办呢 他有一个叫white foot dry foot 这么一个区别 如果在海上抓到了 就遣返 如果说成功到陆地上了 那么到美国土地上了 他就可以留在美国 那么你有一个硬性的 这样的划分 对吧 那么看起来呢 好像有的时候 不是很完全合理 但是就像高考分数线一样 对吧 那么多一分就录取了 少一分就没录取 对吧 那你总要有一个 可操作的办法 那么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 办理美国绿卡 当然很多人有这个愿望 但是呢 这里面 并不是说 你要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吧 或者说 各方面都要 没有任何的这个偏差 要符合要求才行 那像前面讲到的 对吧 那理论上说 只要有一个雇主 给你办这个prom 哪怕过后你离开这里了 也都是可以的 那有的人总是 就是一样有这个思维定势 他觉得是常识 但是呢 可能是他在中国这个环境里 长大的常识 那觉得说 我的分数比你好 凭什么我挣的钱没有你多 气缩了 对吧 那凭什么我没有能上这个名校 那这个你上了这个学校等等 那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中国呢 有上千年的科举制度 西方没有这样的科举制度 那么这个 比如说对于这个事业等等 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过去比如说 有的人讲到说中国是文字国 那你有一个文凭 不管有没有实际能力 到时候白纸黑字 大家都相信 有这个文凭就有对应的待遇 那是过去 当然了 现在我们也看到 世界一直在变化 所以呢 我们这个视频在这里呢 意思是强调 你有的东西你认为是一个常识 实际上呢 可能只是因为你的思维定势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 然后你就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 有朝一日情况呢 可能也就变化了 或者你从中国来到美国 然后从校园来到职场 那么这个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要有相应的准备 比如有的人说啊 我是党员啊 是不是就不能出国了 或者我是学文科的啊 是不是就不能办绿卡了 或者我在体制内工作 是不是就没有希望 或者我没有博士学位 是不是就没法办EB1 NIW 那么这些呢 都是来自思维定势 造成的一些误区 所以就像前面讲到的 那么天黑了 有的时候 你反而能够看得更远 你的视野可以有更远 希望大家 这个不要因为在成长中 形成的这个僵化的思维 或者说被误导 就像前面讲到 就轻易的就放弃了 有的时候讲到 哎呀 到美国 你知道这美国现在找不到工作了 没机会了 没法办工作签证了 没法办绿卡了 那你赶紧这个办瓦努阿图 格林纳达的这个护照算了 不是这么回事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具体的分析 对吧 要不然的话 峰回路转 多年以后 你就觉得 哎呀 当初我在班上第五名 我们班上第25名的那个人 他的绿卡办下来了 我都凭什么没办下来 世界太不公平了 是吧 那这个事件呢 应该还是基本是公平的 有这一个原则啊 对每一个人 每天都是24小时 那么你自己呢 需要这个叫 think out of the box 是吧 那么跳出这个思维定势 有更好的发展 有更好的前景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美国留学和移民 存在有哪些 所谓反常识的地方 需要注意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